聯長會幫你跟聯長報告 聯長會請聯長 基本上這種補考 基本上是可以請公項 要看公項安全 要看公項安全 基本上是會請假 請假是沒問題 是有什麼假 是有可能要看公項材策 假如公項的話 就是公項材 假如公項的話 現在有些考試看公項檢查的 我們就是要寫假 關於收假地點 我們剛剛有講 有助計就是在成功領域區 那我們收到的部分 我們就是 我們會安排時間流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裡面有很多單位 假如七點到七點半 就是全部人一起收假約到三分 所以我們都因為有 有那個管制 這個禮拜我們試以至六點到六點半收假 那我們就是會區隔人潮 那我們的售價地點 就是在成功領域區 就是會請溢南 就是可能 像我們是台北的 我們就可能然後搭火車 到我們到新烏日 然後新烏日 再坐計程車 然後再到我們 雲群 雲群的火這邊 對 那基本到我們的計程車那邊 都很多人都擔心 不管是坐高鐵 或是坐火車到 新烏日 我們那些 一起來都放下的很好 我們會四五個人 進一台計程車 一個人會在五十塊 那都可以到我們的成功很前面 這是比較快的大勢 收假的 兩百塊 然後地底會按照當週 多放假 這怎麼要兩百塊 不得是不是 我們擊倒週 就是你的時間 就是流失嘛 所以我們有擊倒放 就是相對 那你軟點 就是軟點 就是當週都會講清楚 不讓你這個 誒 不讓你什麼投手這樣不可能 就是一定會這麼講 然後電動包圍刀 這一算的話 你們不用送電話 你就可以帶 但是你想 一個電動包圍刀 也要一兩千塊 那他先一次五塊 對吧 我們覺得怕 會做問題是怕你帶 就是不見了 他說一兩千塊也是小錢 對 你不用送電話 當然可以帶 他早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會給他 但是你覺得不在意 那就是帶來的東西 可是我們就是會比較建議說 你是用檢疫型的 因為這樣也不會有 不見的風險 對 都不用對 那關於大家那個 確診單位的話 就是要幫你 那個 就是在進行下一秒 我們就盡量這段時間 不要到這個 好區域的地方 你不要去聚餐 那如果真的確診了 那第一個 因為我們在目擊用快三 甚至在 你可能就是 很不幸 正好就是被感染的話 那你就趕快跟我們去公所講 那其實在你 你就會幫你帶你一起升級 那這個計势 那就沒有辦法復讀了 那就等到 然後下一個提示的時候 那我們也會再重新見一下 對不對 好 那我開放最後三位 如果說 這三位打來你以後 還有問題 會不會再去